无处不在的低下政治能力 使太平天国在成长过程中处处碰壁 无论是洪秀全还是杨秀卿宣传上军事上的优势 都无法弥补他们在政治上的巨大缺陷 他们缺乏足够多的学习进步 没有带领团队共同成长 杨秀卿极害怕失去权力 他不仅整别的同事 因为害怕周围的人背叛他 还对自己人下手 1854年杨秀卿手下最受重用的文官集团代表 是曾水源和李寿春 两人有一次在一起边喝茶边讨论工作 几名宫女路过在那儿搅耳根子 窃窃思语说 别看这几个人现在很嚣张 要是东王病逝 这些人就倒霉了 这种闲言碎语过去了就过去了 大人物一般不会计较这点琐事 挨点骂是任何人拥有名利后的附带项目之一 大人物通常会一笑了之 但有人向杨秀卿举报后 杨秀卿反应很大 他幼儿天赋上身 将所有东殿官员叫过来 当众修理曾水源和李寿春 说他俩听到这种话 不处罚宫女是大逆不道 最后将曾水源和李寿春处斩 说闲话的宫女被点了天灯 点天灯和五马分尸 是太平军最残忍的枯刑 一般是指将犯人扒光衣服 用麻布包裹起来 放到油缸里浸泡一阵 到夜晚时将犯人倒绑在木杆上 从脚上用火点燃 火火烧死犯人 杨秀卿五马分尸过秦日刚的马夫 对自己家的宫女 又动不动点天灯 他其实变成一个 很害怕权力被挑战 很没有安全感 同时又十分狠毒的人 他不知道怎么控制权力 也不知道如何平衡权力 他缺少高水平的政治修养 连最基本的恩威病逝 这种技巧都不会用 只会一昧地用极端的暴力 威胁死亡恐怖来维持权力的延续 比曾国藩还要满干几倍 大权在握的杨秀卿 在众叛亲离的道路上 正裸着身子一路狂奔 他再也不是十年前 和冯云山相遇时的 那个杨秀卿了 杨秀卿其实不懂得 如何真正地驾驭权力 他越来越膨胀 越来越贪婪 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他对周围人的压迫感 也越来越让人感到恐惧 每次一听到天赋下凡这四个字 天经城里人人自危 1856年6月 杨秀卿这种压迫感 到达了历史顶峰 前面提到 1855年时 施打开在江西横冲直撞 打得曾国藩名将近亡 而到1856年3月 秦日刚率陈玉成和李秀成三万多人 又先击败镇江清军 4月5日北上横扫正忙着 半生日宴的江北大营 拔掉清军120座军营 这时只要击败江南大营 太平天国的军威和领土 将达到一个全盛时期 同时向东和南北两个通道也打开 随时可以深入江浙 江南大营的画世人 是我们冷落了许久的老朋友向荣 这时候的江南大营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 不再像刚开始时那么草包 张国良的打仗水平 也在直线上升 杨秀卿亲自制定了 剿灭江南大营的全盘计划 他命是打开与秦日刚一起回识天经 两人回识途中 师大开攻克晚南宁国府 秦日刚在镇江高兹全监清军 逼得江苏巡抚吉尔航阿自杀 6月13日 秦日刚终于回到南京 杨秀卿不让已经征战的军队休息 要他们抓住战机 命秦日刚与陈玉成 强攻江南大营 同时师大开攻克利水 向荣被迫分兵张国良来访 四天后 太平军趁大营空虚 发起总攻 双方恶战数日 不分胜负时杨秀卿突然派出援军加入战场 终于荡平清军营盘 江南大营被毁 老朋友向荣在张国良保护下 逃到丹阳军营 8月份时 向荣心理压力太大 在军中上吊自杀 老黄牛向荣是真的尽力了 他64岁还在前线苦战 咸丰还不太喜欢他 职场压力一直很大 他追着太平军 砍了五六年 追了几千里地 虽说败多胜少 还多次被小他40岁的师打开击败 但称得上兢兢业业 踏踏实实 整个南方早期就他一个能打 蜻蜓全靠他 才苦撑到乡军崛起 向荣是对得起朝廷的 向荣的死 也标志着清军与太平军 早期前线重要将领 几乎全部战死 活下来的没几个了 到此时 冯云山 萧朝贵 江中原 塔奇部 向荣 罗泽南 曾天阳 一个不留 战争是残酷的 前线人员死亡率极高 所谓名将 也不过只有四五年生存期 杨秀卿亲自指挥的 一破江南江北大营 使太平天国达到巅峰 眼见开疆拓土在即 最富有的江浙 唾手可得 大半个中国都快要拿下 杨秀卿的个人威望 无人能及 他对权力的渴求 也越来越高 他已经不满足于做九千岁了 他要做万岁 要将政 君 教 三权合一 他想在推到清廷前 就先确立自己天国内部 至高无上的核心地位 1856年9月 杨秀卿再开天赋脱口秀 召洪秀全到东王府问话 说东王功劳这么大 怎么可以只叫九千岁 以后 也要叫万岁吧 洪秀全面对自己神经错乱的爸爸 只能点头答应 东王打江山 一当是万岁 杨秀卿又说自己儿子 也该成万岁 洪秀全忍着恶心 一起答应了 洪秀全小心着反问杨秀卿 那我这个天王以后怎么称呼 杨秀卿大笑着说天王以后就叫万万岁 天国里只有一个万岁 现在居然要出现三个万岁 你杨秀卿是什么打算白痴也看得出来啊 杨秀卿见洪秀全答应下了大喜 便选了九月二十三日 即阴历八月二十五日 他三十三岁生日那天成万岁 杨秀卿最最基本的警惕心还是有的 他之所以敢这么干 是因为天津的守备部队都是他的人 但杨秀卿就是死在这个关键环节 前面提到过 掌管京师位数的人是陈成荣 陈成荣表面对杨秀卿毕恭毕敬 被骂的时候也只是点头哈腰 绝不缓嘴半句 从而被杨秀卿当成心腹在用 但陈成荣内心深处 却对他两年前的哲辱 一直怀恨在心 看到杨秀卿将洪秀全逼到这种地步 陈成荣发现 时机已经成熟 逼封事件几天后 陈成荣悄悄来到天王府告密 说杨秀卿要在称万岁那天 废除软禁洪秀全 以后太平天国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 洪秀全大惊 当即向韦常辉秦日纲师大开 发出密诏 请他们过来铲除东王 上面这一大段就是 现在历史学家有两处细节争论不休 一是认为杨秀卿没有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 其实是洪秀全自愿的是故意在射套 二是认为杨秀卿并没有主动造反 是陈成荣诬告杨秀卿 为了这两处细节 历史学家们吵个不停 到现在也没有绝对定案 我倒是认为 封万岁到底是谁的主意 陈成荣有没有诬告杨秀卿并不重要 为了这两个细节 蒸蒸吵吵是没有意义的 杨秀卿对其他诸王的压迫 是注定会发生这一次反弹的 这次不发生 下次也会发生 很多知识分子 一辈子在象牙塔研究学问 并没有做过军官 开过公司 认知过公务员 他们自己都没有品尝过权力的思维 并不知晓权力的逻辑 凭想象了解权力 讽刺权力 所以才会纠缠于一些无意义的细节 不知道重点在哪里 通常还会写出一些略带酸腐的 充满理想主义的文字出来 任何人在没有足够的政治心胸和技巧前 给他过多的权力 对他有百害而无一力 权力是一头猖狂的猛兽 你只有身经百战 才能不被猛兽吃掉 你只有技巧丰富 才能驯服猛兽成为自己的坐骑 你只有尽寸有度 才能控制胯下的野兽不去吃人 任何人都不可以突然迎接过大的权力 任何干部都要从基层开始培养 从一个小组 一个村 一个乡 慢慢成长 如果一个村长突然跳到省长 那对这个人的人生没有帮助 反而是毁灭性的 在阅读太平天国的史料时 我脑海常常出现 这政治水平也太低了这一类的感慨 并且反复提到这一点 太平天国的军事水平在当时算比较强 但越到后期 其政治水平之低就暴露得越明显 什么男营女营 什么天朝田姆制度 什么阉割版的基督信仰等等 无处不在的低下政治能力 使太平天国在成长过程中处处碰壁 无论是洪秀全 还是杨秀卿宣传上军事上的优势 都无法弥补他们在政治上的巨大缺陷 他们缺乏足够多的学习进步 没有带领团队共同成长 出广西时 太平军就应该调整政治纲理 占天津时就应该第二次调整政治纲理 但是太平军高层不为所动 他们的政治水平 则到达40分左右就停下来了 忙着享受生活沉迷女色 太平军政治水平最高的是冯云山 但冯云山一人处在身边晋文盲的领导层里 我觉得到了后期他就算活下来也是带不动这支队伍的 洪秀全和杨秀卿俩人成长速度都太慢 政治水平更是瞎搞一气 杨秀卿单独面对的权力猛兽越来越强 他却是如此的虚弱和恐惧 自己能力弱却又舍不得分拳 一昧齐全 以满打压同事 还想军政教三权统一 一同瞎操作 终于被权力这头猛兽给吃掉了 1856年9月1日夜晚 收到天王密诏 又早就对杨秀卿忍受多时的 维长会与秦日纲领兵3000人 在天津城外会合 十大开因为距离太远 没有与他们同时赶来 按照规矩 为防止造反 除非有东王福信 在外征战的将士不可以进天津 不过负责天津城守卫工作的可是陈成荣 他命人打开南门 放维长会与秦日纲兵马入城 根据太平天国国一哈文台的口述 维长会先让兵马进入北王府修整 红秀全的女婿钟万信赶到北王府 带来诛杀杨秀卿的赵志 哈文台当时就在现场 他跟一众亲兵跪在原地 听清楚了赵志前半部分的内容 天王赵令 千祈尊天令 同心诸摩逆 永保天朝万世太平 朕实情于尔党 东逆干犯天条 蓄意谋反 罪在千刀万挂 而等同心同利 同向前 听完密诏 维长会上前鼓励军事 发表了一番演讲 然后披挂上马 带队出发 围攻东王府 北王将士 先将东王府大街小巷围困住 维长会亲自去敲门 守门人见到北王带天王令牌而来 以为有紧急军情 打开了东王府门 维长会拔刀率众 闯进府内 带队见人就杀 将东王府中所有官员 卫兵亲属 共几千人全部杀进 鸡犬不留 杨秀卿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 就被一刀将头砍下 秦日刚当时的幕僚里 有一位名叫肯能的爱尔兰人 他住在离东王府 仅50米远的秦日刚七旧家 亲眼目睹了当时许多情况 肯能后经安庆逃到上海 他在天津的回忆 被历史学家整理成三篇文章 所陈述内容里 有一部分是他亲历 一部分是他听说 另一部分带有夸张想象成分 三篇里头有较熟悉太平天国的美国传教师麦高文 对肯能部分含糊不清的地方进行了确认 也参考了清朝方面的情报 重新整理了较为可信的信息 麦高文的肯能回忆录可信度最高 后面的许多旧事 我便采用肯能口述 麦高文印证后的版本为主 按肯能的回忆 凌晨4点时 他走到大街上查看情况 见到街上到处是 韦昌辉和秦日刚的手下 东王府门口街道铺满了尸体 全是东王的亲兵 阅尸 书立蜀官 东王的脑袋已经被割了下来 悬挂在机心的一根木杆上 清晨 杨秀庆的头颅又被送到天王府验证 韦昌辉还在装头颅的盒子上 写上老尖头三个字 其实在乱世时 杀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艰难的 往往是杀人之后的政治风波 极难抚平 韦昌辉他们只想到杀人 却并没有深入思考过 后面和东王势力如何相处 整个天津城被杨秀庆掌管了三年 各个官员都是他任命的 他的势力在城内盘根错节 你如何向大众解释杀了东王 你总不能将全城的人都杀光吧 果然第二天 天津城迅速传遍东王被杀的消息 有的人很不解 有的人很失落 有的人很愤怒 有的人很震惊 全城一片人心纷乱 洪秀全发照指 说这是杨秀庆逆谋 他该死 与党咱们不追究 当权力的猛兽离开杨秀庆后 权力必须有人继承 洪秀全和韦昌辉必须迎接权力 但他们看到权力这头猛兽 向自己逼近后 他们无比慌乱 开始像杨秀庆那样 又恐惧又害怕 他们十分担心杨秀庆的亲信 突然发起反击 担心他们也在夜晚 血洗自己的王府 为了自保 两人特别安排了一处阴谋 这次是杨秀庆的